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阿波羅新聞網熱點直擊 我是孟婷 今天是美國時間1月13日 星期五 亞洲時間星期六 維權律師陳光成指出 中國人民早已覺醒 只待脫孔 倒戈了 巴基斯坦大手臂 軍援烏克蘭 陸軍事博主奉俄國 瀋陽和河南上空漫天烏鴉壓頂 場面驚人 中國二次感染達3% 醫務人員暗示可能已現變異株 號稱百病不生 59歲 少林武僧總教頭冉翼王 您的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推動油管把這些真相視頻推薦給大家 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陳光成早已覺醒 只待脫孔 中共三年來的防疫政策 幫助人們實現了從個體維權到群體維權 從線上言論自由的博弈到線下行動抗爭的跨越 不僅突破了抓幾個帶頭者就能平息運動的臨界點 還在退伍可退之下 物極必反地激起了公民不合作的新高潮 維權人士陳光成在自由亞洲電臺發表文章分析說 實際上 中五輪線區隨著互聯網的發展 信息意圓化的形式被迅速打破 從關心社會公正和國家未來命運的人們開始 中五輪線區越來越多的人們迅速地覺醒 成為了改變社會不公的先行者 從被稱為公民元年的2003年起 中國共產黨在輪線區壟斷一切為所欲為的狀況 便不可逆轉地被動搖了 中共本以為在健康碼 雙識別系統 天眼工程等等無處不在的監控之下 中共政權固若金湯 人們如同帶載羔羊 無可奈何 萬美想到 快越各省直至全國的白紙革命與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發生了 從爭取言論自由到通過公民不合作進行抗爭 是公民覺醒後戰勝恐懼的標誌 其實只要公民抗爭遍地開花 超越了中共能夠迅速平息的界線 人民即可掌握主動權 倒戈了 巴基斯坦大手臂軍援烏克蘭陸公共號訪俄國 俄烏戰事延續 消息人士稱 巴基斯坦計劃在本月透過波蘭港口 向烏克蘭運送159個貨櫃的彈藥 對於這次倒戈 巴國過去可是俄羅斯的好盟友 時任總理英姆蘭漢還曾訪問過莫斯科 成為二十多年來 巴政府首位訪俄領導人 據《台灣經濟時報》報導 消息人士稱 這批裝備將包裹大量的155毫米大口徑彈藥 提火和推進藥包 以及其他的武器裝備 將裝打159個貨櫃箱之多 消息稱 這些貨物將由民用貨船BBC維蘇威火山號來運送 而巴烏兩國過去在軍事工業上本就合作緊密 在1991年到2020年期間 烏克蘭與巴基斯坦簽署的武器合約總額接近16億美元 巴基斯坦之前也向基輔購買了320輛T80優地坦克 又簽署了維修坦克的高價合約 價值8,560萬美元 在去年 兩國也同意優化軍事關係 特別針對國防生產 訓練 反恐活動與情搜領域強化 但其實巴基斯坦先在聯合國投票譴責俄羅斯併吞烏克蘭決議案中投下棄權 同時也只對烏克蘭提供了少量人道主義援助 被認為是立場傾向俄羅斯 若這次爆料成真 將會使八國的立場大轉變 中國微博《軍事博主第一軍情》13日也引用分析家說法 在巴基斯坦等非西方國家 也開始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的背景下 俄軍現況正面臨著眾多國家的圍毆 瀋陽和河南上空漫天烏鴉壓頂 場面驚人 瀋陽近年來冬天都很多烏鴉 但今天尤其的多 無論白天黑夜 黑鴉鴉一片盤旋在瀋陽火車站等地的上空 如烏雲壓頂 場面驚人 13日 有網友在微博上發表一段視頻 現在瀋陽一個大型商煞的樓頂 黑鴉鴉一片都是烏鴉 自從去年11月之後 不斷有網友發布瀋陽當地拍攝的視頻 感嘆近期的烏鴉非常多 有網友現場拍攝漫天烏鴉是什麼樣子 帶網友到瀋陽火車站觀賞烏鴉 有一名微博網友1月6日發帖稱 瀋陽站上空好多烏鴉 特別多 黑鴉鴉一片 還拉鳥屎 最近一段時間一直這樣 我好幾次凌晨回神 天那麼黑 真的要嚇死人 除了瀋陽 河南網友也發布圖片和視頻 顯示河南上空大量烏鴉聚集 百度百科介紹 因為烏鴉的嗅覺敏銳 能感受到腐敗死亡的氣味 所以會被認為是不祥之鳥 中國二次感染達3% 醫務人員暗示可能已現變異株 二次感染病例在中國多地激增 其中老弱人群重症率高 有醫生估計二次感染率達3% 有醫務人員暗示中國可能已出現變異株 現實未見頂 專家利奧春運後會在二三縣城市和農村大爆發 這些地方醫療相對落後 其實恐出現災難性場面 河北石家莊一位不願居民的醫生也向自由亞洲電臺記者證實 包括北京 山東 四川等地許多患者 在首次感染新冠康復後一個月就出現二次感染 而且往往症狀明顯 湖南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主治醫師陳博士則向記者介紹 抵抗力弱的老年人出現二次感染後 重症率較高 他說 老年人具有血糖高 血壓高 心臟病 腎臟疾病 肺氣腫 哮喘等 基礎疾病的二次感染 出現重症比例還是比較高的 奧米克戎流行以後 二次感染發生率明顯增加 有數據顯示300萬感染者中有10萬人二次感染 大概佔3%左右 山西太原醫務人員劉小姐13日在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就暗示 中國可能出現變異株 他說 感染過新冠的人由於免疫力下降 容易再次中招 劉小姐說 為什麼這麼嚴重 因為第一次感染面積很大 這是一個概率問題 現在的數據變化非常快 而且第一次感染者的身體還沒恢復 很容易被病毒再次攻擊 號稱百兵不勝 59歲少林武僧總教頭染疫王 近日中國網路上傳出 曾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喝茶 上過中共央視節目的少林寺武僧總教頭施炎莊 於10日過世 享年58歲 施炎莊去世的當天早上 還曾更新社交動態 例子發訊時回應網友 施炎莊是因感染大流行病 但並未詳細說明 據陸媒報導 施炎莊最出名的是他修行達摩內功 據稱這種內功注重肺臟健康 已經達到百病不生的地步 施炎莊長期在網絡和國際舞臺上活躍 曾帶領少林寺武僧團出訪歐美 也常帶弟子上中共各大電視臺的綜藝文化節目 2007年 已經是少林寺武僧團總教頭的誓言狀 接受俄羅斯總統普京邀請到總統府聊天喝茶 還受到高度讚揚 微博上評論說 身強體壯如絲又如何 功夫再牛 也打不過病毒 習慣了解心結束 好